台湾一年四季都是葡萄的产季 中国医药大学北港附设医院中医师杨淑妹分享 葡萄有滋养肝肾之因 可以改善腰腿酸软无力 风湿性酸痛等症状 而吃葡萄不吐葡萄皮 可不只是一句顺口溜哦 营养师高明明表示 因为葡萄的抗氧化营养 主要集中在葡萄皮跟紫 所以可能的话 最好是连皮带紫一起享用 杨淑妹医师指出 葡萄中丰富的植化素能够预防中风 高血压等心血管问题 还能预防阿兹海默症等脑部退化现象 植化素的抗氧化能力 也有助于降低肝癌肺癌乳癌 摄物腺癌等特定癌症风险 而高明明表示 不同颜色的葡萄各有其不同营养 绿葡萄的维生素C最高 可以帮助长胶原蛋白 抗氧化变漂亮 黑葡萄含维生素B群 补充活力跟免疫力 紫葡萄的维生素A 帮助按视力更好 保持皮肤健康 红葡萄热量最低 富氧化青素与多分类 帮助抗老 葡萄有六大好处 包括整颗都能食用 维护私密处的健康 抗发炎 养颜美容 降血压 以及快速恢复能量 一天究竟能吃多少葡萄 高明明表示 葡萄属于中生糖指数水果 一份水果的量大概是15颗葡萄 一般人建议一天可以吃2到3份 糖尿病患者要控制摄取量 有些人认为吃葡萄可以补血 但高明明解释 其实每100公克葡萄 只含0.8毫克的铁 所以想补充铁值 可以吃红线菜等含铁量高的食物 再搭配葡萄的维他命C 就能帮助铁值的吸收 最后高明明提醒 葡萄要吃前再洗 因为洗过就不能再放了 用水冲洗前最好是连梗减下 浸泡在流动水中10分钟后 就能享用啰 人间福报陈林芳 台北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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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